然后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然后跟局长说 我们刚好前后接绑 然后我的演讲 大概都没有特定的主题 是靠大家扫QR Code 所以大家如果不扫QR Code的话 我就没有东西可以讲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扫看看 如果没有用过扫QR Code的程式 你如果有LINE的话 在LINE里面加新的朋友 的那个扫码的按钮 也可以用来扫这个QR Code 如果扫到了呢 它会冒出一个小的新视窗 你就按那个新视窗 就可以连到这个平台 大家可以试试看 如果扫不到的话 你也可以请 就是你左邻右舍帮忙看看 那如果就是真的 就是怎么样的扫不到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手动输入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就是叫做 slidoslido.com 那你到了slido这个网站之后 它就会让你输入一个就是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很好记 它就是0128 0128 今天的日期 前面加一个0 所以不管是到slido.com 然后输入0128 或者是扫描这个萤幕上面的QR Code 都会进入一个可以任意提问的一个地方 当然现场的朋友如果要举手问问题 当然也是非常欢迎 只是因为我们一面活动啊 等的都还在进行啊 所以就是如果想要不干扰活动的节奏 但是又想提问的话 还是扫QR Code 是比较快的一个做法 那不管是跟他说过0128 虽然上面都已经看到别人有些问题 你看目前已经有三个人问问题了 那你如果觉得这三个问题里面 哪一个想要我先讲 哪一个想要我先回答 你就帮他按一个赞 那按赞呢 按赞的数量越高 他越会跑到这个最上面来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在场 可能有20位朋友30位朋友 如果有一个问题有10个在 那我就知道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 希望我先讲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不需要打断我 但是随时又可以再推出新的问题来 所以这是按赞的一个好处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最新的问题它也会冒出来 待会会跑在萤幕上面 所以随时呢当你想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左邻右舍来拉票 然后说那你要不要帮我 这个新的问题按赞 这样它一下子就可以推到上面去 因为传统的方法 就是说我演讲半小时 然后大家互动啊 提问啊 提个大概一小时啊 的问题就是说 说不定前半小时 你已经有想到很多很好的问题了 但是呢 旁边的人呢在不在意这个问题 你也不知道 举手呢也比较需要一些勇气 所以常常都是到最后发问的一小时的最后几分钟 大家才在那边举手 那我们应用这个技术呢 就可以在一开始 就可以让大家愿意举手发问 那因为我现在一直在看这个数字哦 到十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回答哦 那所以呢 大家还有四个问题啊 大家要想一下哦 那通常呢 我们在学校 尤其是一个多小时的课程 我们也常常用这个 因为如果你当老师的 可能会知道说 很多学生啊 你一面讲课 他一面在底下滑手机 他滑手机会影响到旁边的同学 那个同学也就跟着不专心 到最后变成好像 你在台上要跟他的手机哦 去抢注意力 变成那种互相争夺注意力的状况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稍微花一点时间 像我这样子花个两分钟 解释一下怎么用这个QR Code的话 那么所有的你的同学 手上的手机 都变成你的教具 因为为什么他会 不专心听课 是因为他想要到别的地方 好比像说 一个叫脸书啊 或叫Instagram啊 或什么其他的地方 po文让别人帮他按赞嘛 他心里觉得很开心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就是把他在课堂上面的问题 就变成大家都可以按赞 他更开心 因为他po一个问题 立刻就看到了 不像他po到脸书或Instagram 他还要等一下才会有人帮他按赞 所以这样子的按赞的感觉更确实 这样子的话 他的手机就变成你的教具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有一些在课堂上面 就是应用的需求的话 那也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当然要用这种方式来 让你的学生帮你设定题目 确实是心脏要比较大刻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哪一个问题会跑到最高票去 就像我跟大爷爷说 这边只要热门问题 一到十个问题 我就立刻来回答一样 那这样子他这个数字一到十的时候 我就不能过来回答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上面有什么问题 已经十一个了 我就不能不开始回答了 那我们目前就是最高票的问题 是有六票的 六票有一位叫做Yo 我的朋友 他说青少年当志工的比率很低 现场都是我们的长辈们 这个应该要怎么办 那不过我现在放眼一望过去 好像也有很多青少年 所以这个说现场都是长辈们 似乎不是这样子 那但是当然就是 我们在参与志工工作的时候 确实会发现说青少年朋友 他比较习惯怎么样 在萤幕后面来参加 你要动员他在网路上面 来发起一个活动 特别像说在国际上面 大家可能之前有听说过 就是要关怀剑洞人 那就有一个人发起了冰桶挑战 就是你要在很冰的桶子里面 装一堆水跟冰块 然后往自己身上坡 那这个行动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你要把它录影起来 这就有意义了 而且你要分享出去 再点名三个人 要么他们要接受一样的挑战 要么他们就要捐钱 给建东人的协会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因为需要这个体质比较耐难 而且也需要有这个能够自拍 录影的能力等等 所以有很多青少年朋友 在这个上面是非常能感的 而且非常热衷 那像这种在网路上面发起的 我们叫做主题标签 就是大家在网路上面会看到一个警字号 那有点像我们这个警号0128 那这个警字号就是在说 大家都可以往同一件事情 可以去集思广益 而且可以一起去加入 像这种发起一个警字号的活动呢 也不是只有国外上冰桐地道战友嘛 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就有警字号 台湾CanHelp 这样子的一个警字号呢 就是说台湾可以来帮忙整个世界 那也是有一些青年朋友 少年其实也有了 他们一起发起了一个网站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 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网站 他是一个叫做阿滴的一个YouTuber 就是在有点像大家说英语 但是比较互动的一个方式 叫大家讲英文的一个人 然后呢还有内容真老师啊 等等的一些设计师 他们一起发动了一个叫做 台湾CanHelp.us 那这个网站呢 完全没有用政府的钱 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完全就是靠制约服务者 然后以及大家自己出钱出力 然后就在纽约时报 刊登了这样一个全版的广告 然后这个英文它写的就是说 要跟纽约的朋友说 你不是孤独的 台湾是跟你在一起 我们知道现在纽约的疫情严峻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难过 来告诉纽约的朋友怎么样防疫 然后呢在底下呢 列出我们所有防疫的这个作为之外 也看到说 你看已经有74万个这个朋友 志愿的去把自己的口罩时 明知没有领取的这个配额 然后呢把它公布在网络上面说 那这些就是要专门送到国外 去做人道援助 已经超过了700万片的口罩 那你如果再按这边的话 不但可以看到说 你要怎么样子开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甚至说就和很多志工的朋友们一样 只会有个荣誉榜嘛 谁贡献了几片 谁贡献了几片 有些人想要默默行善 那他这个贡献了117片 那但是他选择说默默行善 那这个时候我们很感谢他 但是呢也有朋友希望能够很高调的行善 他比方说这一位黄富谦这位朋友 就把117个配额 通通的透过这个 我们的健保快一通的这个L 那所以呢我呢也有贡献了 如果你把我的名字输入进去的话 那就可以在这些青年朋友们 架的这个网站上面看到说 哦原来唐凤已经往国外贡献了45片口罩 但是呢其实里面呢 我只贡献了15片了 一次6片一次9片 其它是唐凤仙啊 唐凤平啊 唐凤敏啊 就是名字里面有唐凤的啦 加在一起了 共性45片 那这因为很有趣嘛 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按左下角的分享 那分享之后又会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这件事情呢 又会再回来顾台湾驻世界 所以像这些就是我们叫做 轻盈共闯的一个地方 就是有一些青年朋友们 他们非常会经营这样子的主题标签 他们还经营起来 真的大家群众募资出来之后 他们再去请一些比较长辈的朋友 我想陈建仁副总统也算是长辈吧 就是大家敬重的长辈能够出来 然后跟大家真的讲说当年在SARS 1.0的时候 他做了哪些事 SARS 2.0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了哪些事情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大家 所以具体来讲两个建议 一个就是透过主题标签的方法 跨时代来共同创造 那二方面就是青年人他指引到一个方向之后 但是他的资源呢 以及他的这些智慧啊什么还是要靠长辈们嘛 所以就是来青年人就好像他们帮成员 就从拍这个线上教学一样 把这个长辈的记忆跟智慧都能够分享在网络上面 大概是具体的想法 有八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随着科技的发展 消息传递比起以往更轻易更迅速 但是我们如果不看到一些消息 它就不是真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因应这个传递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之前在就是去年的投票之前 我们有过很有意思的这个一些谣言 这个谣言呢非常有意思 它是在投票的当天 这个特别盛行的一个谣言 而且这个谣言呢 同样的形状只是换了候选人的名字呢 目前正在美国流传啊 那这个是我们这边说 为什么蔡英文会赢那么多票 是因为CIA提供了特殊的隐形墨水 你盖在不管哪一个候选人的名字上面 你盖的印呢都会慢慢不见 然后呢 那个蔡英文那一格呢 他就会一面开票 一面慢慢冒出来 那所以在那个我们的LINE的群組上面 就有这样子的谣言 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样子的谣言呢 我们是邀请YouTuber 邀请YouTuber来开票 也就是说我们的投开票制度呢 跟世界各国都不一样 我们除了是纸本唱票之外 不是只有监票也可以看 任何人你只要愿意看 你都可以去看 也就是说你在看的时候还可以录影 而录影的时候呢 事实上很多的YouTuber去看的时候 他手上就有一个APP 不管他是叫做穿云剑啊 还是他是叫做鹰眼雾对啊 另外那位的APP我忘记名字了 真的很抱歉 但是无论如果三个候选人 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计票的软件嘛 所以他的这些职工呢 在看的时候一方面录影纯正 二方面他们也就独立的在这边计票 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数字 如果各个阵营的YouTuber 监票的数字到最后都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自然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 所以我们解决谣言的方法 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谣言下架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我们让真相传播的速度 比谣言还要快 比谣言还要有趣 那这样的话自然这个谣言呢 就不攻自破啊 我只举再一个例子 那在今年二月六号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这样子一个谣言啊 就是说口罩现在有钱都买不到 只要你在这个讨论串上面 这个主要是在Facebook在脸书啊 你只要留言加分享 只要留下你的联络方式啊 你的电话等等啊 那你就会免费的得到一盒口罩 这个叫诈骗啊 那但是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诈骗 它后面是很有计划的 就是说你留了你的联络方式啊等等 到后面这个不管口罩实名制 还是什么相关的时候 你就会接到诈骗电话 因为你当时已经留了你的电话下去了 那而且呢 它可能还会寄一些什么电脑病毒啊 什么东西给你 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到假讯息 已经跟网路攻击啊 已经有点混合在一起 这叫混合战啊 就这样一个形态 所以当时呢 同样的我们也不是说 去把这个讯息下架 因为它后面所揭露的是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 当时一定有人在囤积口罩 导致其他人都买不到嘛等等 所以我们解决的方法 就是在那一天 我们也跟台南的几位朋友啊 就是像就是我们的吴张伟啊 江明宗啊等等 退出了口罩地图嘛 那一旦有了口罩地图 每个人在药局排队的时候 你只要看到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 你手机上面的line 像机管家啊或等等 他立刻只有58 就会扣到56嘛 因为一开始是 这是一四两片嘛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58 不是扣到56 而是变成68 那你当场就打1922 所以意思就是说 是靠大家参与式的验证 来告诉大家说 其实就这么多片了 当时一片不到200万片 那没有任何人按钢任何东西 就是不太够 但是我们正在加速生产 那加速生产的这个速度 我们也及时的 每30秒一次 就让大家看到说 我们现在加速生产的速度 到底多少等等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大概坊间这种就是 有人在困执口罩啊等等的 这样子一种指控啊 谣言啊等等 慢慢慢慢就化合下来 大概到3月到4月的时候 就不再有像这样子的谣言出现了 所以同样的就是 我们是让真相比谣言还要有趣 还要公开透明 然后还要愿意让大家一起分享 像这个已经有 目前不是只有70种啊 已经有超过140种 不同的口罩地图 再分享我们的 及时的口罩的数据 所以像这样子的 应用的方法 也是我们台湾模式的一部分 好 那就是再次提醒说 虽然是也可以举手 举手的话 我们也可以及时来互动 不然我就会一直这样子讲下去 有另外一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像你网络霸凌的事件频传 有没有建议防范的这个方法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黏在手机上 我自己在用手机的时候 我都是把它当作 就是要跟我离一段距离的这种物品 好比像说 刚刚大家可以看到 我虽然有操作这台iPad 它事实上有触控荧幕 但是我是把它当作 好像一张纸一样 我是隔着一支笔在操控它 或者是说 我如果要输入一个网址的话 我是用它的键盘在输入 我自己的手机也是一样 也是用一支笔来触控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不会觉得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你触控荧幕太久了 确实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好像黏上去 并且不是你在滑手机 而是手机在滑你这样子的感觉 而且呢就是如果 就是要求你要把手机关掉 或者把手机收起来 或者要上飞机 或怎么样的时候 那个有时候还会有戒断症状 手还会抖 就觉得说 怎么碰不到荧幕 不能滑了 等等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旦有这种上瘾的症状的话 那即使在上面你碰到不舒服的事情 碰到霸凌等等 可是你离不开它 好像那个才是真的世界 这个反而变成虚幻的世界一样 但是当我是隔着一支饼隔着这个键盘去碰它的时候 因为它是它我是我啊 我如果随时觉得说 我看到几个字让我觉得不舒服 那我随时可以把这个饼你看 这样子放下来 然后它就会开始充电 然后我也会自己去充电 我在家里有 就是厨房有大概二三十种不同的茶包 从这个早上醒来喝的 这个什么玄米茶 什么牛棒茶 到晚上喝的薄荷茶 花草茶 什么都有 好 那所以呢每次我看到 就是让我不舒服的一些词句等等 我就会去厨房 然后呢拿两种我以前没有混合过的茶包 你看二十种茶包就有接近四百种 不同混合的方法嘛 C20去2嘛 那所以就是我很容易就会有一种新的味道 然后我就两个茶包放到一个杯子里面 泡一些热水 然后呢闻一下它的香气 然后去喝 那喝完之后呢再回来 然后看这些字 那然后呢我对里面有建设性的部分回应 没有建设性的部分我就不回应 那在这个之后呢我只要那一天有睡够了睡到八个小时 我隔天醒来的时候我想自在看到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字眼 我想到就是说原来这就是牛棒跟薄荷茶混合的味道 那所以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我把这个叫做精神按摩 大家如果有去给人按摩的话 有时候师傅会说你这边有气节 有没有 就是说会有按到会痛 按到会痛不是说不按 而是说你喝杯茶 放松一下 如果有芳疗的话闻一些香味嘛 然后慢慢的按嘛 把它揉松嘛 那你如果那一天有睡好了 一下子再揉到这边就不会痛嘛 而且你还会记得当时那种芳香的那种精油或什么的味道嘛 所以简单来讲所谓的精神按摩完全也都是一样的 跟身体上这个气节是一样 就是说你要先隔开一段距离 然后一次处理一件事情 用一个新的让人开心的这种感受 泡一杯茶啊等等 然后呢去盖掉这个不舒服的感受 这样就可以就事论事的来回应 那对方发现说他也没有办法惹你生气 那他就会去闹别人了 也不会来闹你了 所以大概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 那有一个朋友有个追问 问说有喝混合茶包 有没有让他肚子的情况呢 跟大家报告是没有的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主要的原因大概都是因为 他事实上是茶啦 如果是特别的食品的话 他说不定会有不能一起喝的情况 但是基本上我喝的都是基本的这种茶 所以本来花果茶就是可以互相混合的 但是确实这边也是提醒他说 并不是任何饮料都可以互相混合的 我们在网络上常常看到很多 长辈会传很多什么跟什么不能一起喝啊 喝的会怎么样啊 那个也是要提醒我们来注意自己的健康啊 所以这是很不错的 但是如果只是叶子啊花啊 花啊充泡啊这种茶的话 基本上办混合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有另外一位朋友们问说想要知道可以怎么样子来推广台湾啊 大家都能够来做志工的这个服务啊 很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有两件事情大家可以一起想 一个是刚刚其实第一个问题就已经提到的跨时代 因为各自都有在各自做志工的事情 但是呢志工呢本来就是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心理的满足嘛 所以当然你就会跟你比较难得来的人一起做 但是到最后呢结果就是说他可能变成一个 我们知道同温层 就是说大家彼此讲话都听得懂 但是外面呢这个就不一定那么容易有人加入的这样子一些朋友们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去用一种共同创作的方式找一个新的题目 就好像之前在流行那个精灵宝可梦啊 Pokemon GO的时候 我们就其实现在还是有人在玩的时候 就是会看到说有阿公阿嬷带着他的小孙子小孙女 两个人呢手上都有手机哦 一起呢在那边抓宝可梦 但是你看起来你不知道是小孩子在带这个长辈 而是长辈带在小孩子 因为对两边来讲这个都是新的东西哦 那在台湾当然我们有很多地方有很多文史的这种记忆啊 我们有很多公共的艺术啊 可能台北市在我那时候刚开始玩的时候啊 公共艺术都是台电的便电箱哦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台电的便电箱旁边 有很多长辈的小孩在那边啊 但是慢慢当然有越来越多的公共艺术 那长辈就可以分享说 哎这边抓得到这个鲤鱼啊 是因为这边以前是水骏啊什么之类啊 有一些历史的记忆嘛 那小孩也可以分享说 这只怪兽为什么他这个会变成长成这样子啊等等 那是因为他在这个什么什么地方跟小事有什么冒险什么之类啊 他也有他的文史记忆啊 只不过是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啊 那现实的空间跟虚拟的空间 大家互相补强的话 那就不会变成说好像各自在各自的同温层里面 而是可以就是一起完成一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国际上 我们今年当然比较特别 就是传统上呢会去国际服务的朋友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都改成哦 用线上的方式来做 但是呢 我们就发现说 用线上的方式有个好处 就是第一个 你不会有时差的问题 但是第二个 你可以跨文化 很多个文化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 像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的会前 我们自己在卫福部就团聚了大概14个不同的国家跟经济体 那都是非常资深的卫生官员 其中一位这个来 之后来过来台湾嘛 那我们就直接在那边分享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把台湾模式应用在各地的 特别是防疫的官员口罩的这个资讯上面 因为我们在台湾 一开始有个很重要的社会创新 就是我们有一只很可爱的一个柴犬 有一只狗狗 然后在那边去跟大家说 我们为什么要戴口罩呢 是因为戴口罩可以预防 你下到吃手熟 那下到吃手熟 这个真的不是很好翻译 但是就是不管你怎么翻译 但是它的重点都是说 下到吃手熟的这件事情 是这个口罩主要的这个功能 这个我不证明 我不是乱讲了 真的有这只柴犬 好 然后呢 它的这个讯息 其实你如果认真看的话 它其实是国际上面通用的一个讯息 就是口罩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 不要被我们没有用肥皂洗的脏手 碰到自己的脸 这里面没有提到别人 这里面都是在保护自己 所以这个讯息不管是哪一个文化圈的 这14个国家的任何人 它只要翻译成他们国家的语言 找到一个类似下到吃手熟的这种梗吧 那这个讯息就可以流传 这个讯息流传的能力是特别好的 比起我们就是告诉他们说 好比像说有些国家是说 戴口罩是因为不戴的话会被罚款 那这样子的话 有些比较叛逆的人 他就故意不戴 有些国家是说戴口罩是为了要尊重一次 那他如果平常本来就有点有我行我素 他就刻意不戴 那或者是说有人说戴口罩是为了要尊重家里的长辈 他就会觉得那我家里没有长辈 我就可以豁免了 我就不用戴了 都不是这样子 而我们是说是要保护自己 而且呢大家可以互相提醒 也就是说我自己不止一次 就是在便利商店那个时候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把口罩暂时拿下来一下 那通常是为了有人要合照 但是无论如何拿下来一下 那就会被人提醒 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现场说 这个政委啊 你不可以不保护自己的身体 你要戴上口罩来保护自己 那这个别人提醒我 很自然很正常 那你想一想 我们如果一开始不是这样子讲 而是讲说戴口罩是为了尊重别人 那我想一般的市民是很难说 政委你要戴上口罩不然不尊重 这个好像很难去跟一个政委这样子讲 但是政委你要对口罩保护自己 这个任何人都可以讲得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在这边 成功的一些社会创新 我们不一定像以前那样 一定可以把物资 或者是把服务 那么顺畅的去送给全世界 但是我们可以把像这种 我们叫做值得分享的想法 idea was spreading 变成像这样子的一种根谱 然后用特定的方法 就是像14个不同的国家共聚一堂 或者是透过就是我们线上的直播啊 等等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这边的创意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自己在台湾自己 志工服务跟服务之间心灵共闯 在跟国际的情况下 疫情过去之后 当然是可以实际过去那边 但在此之前 我们可以先用 我刚刚讲的社会创新主题标签 等等方式 整理我们的经验 然后呢 在世界其他的地方 生根发芽 这两个都是 我觉得很好的方向 但还有很多别的方向 我讲的是我自己有参与的 有五位朋友们 这个想要问说 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今天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件是什么 有没有让我觉得挫折的事情 到后来呢 是怎么解决的 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 有一次有一个小男生嘛 他或者是他的家人 打电话到1922 然后呢 那个小男生就跟1922的 那个Core Center的 那个接线的那位朋友说 说他有一个想法 要告诉我们指挥官 程指挥官 他说口罩使命制 都不能挑口罩的颜色 他很想要拿这个蓝色的口罩 但是呢 他们社区呢 都只要给他粉红色的口罩 那他的同学都还有蓝色的口罩 但他一个小男生 要戴粉红色的口罩上学 他觉得他会被霸凌 所以他就不太想要上学了 或者他不太想要戴口罩 那两个都不是什么 好主意 那所以他就问1922 到底要怎么办 那当然呢 1922呢 立刻他回答不出的问题 立刻就会 就是让指挥官知道 那因为我们的每个部会 都有一些开放政府的联络人 去想说 要怎么因应这种新的状况 所以隔天4月13号下午2点 所有的防疫国家队的成员 通通都戴粉红色的口罩 那而且呢 我们的指挥官还加码 说粉红爆 是他小时候的英雄 所以这个小男生 马上变成很酷的一个小男生 因为只有他才有 我们的英雄的口罩 而且还有英雄的英雄的颜色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是一个梗 很多的品牌看到这个有商机 所以在那个时候 4月14号开始 有非常多的各大平台 你如果去他们的脸书 去他们Instagram看的话 他们所有的品牌都变成粉红色的 好像一整天变成粉红金 那种感觉 那这个情况下 这个就叫性别主流化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用 这种比较 提贴 比较敏感的这样子的方式 来处理这种 可能会造成霸凌的这种议题 那这个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印象深刻 不是只是说 这个是很棒的社会创新 而是说 他可以这么快的反应 可以24小时之内就反应 而且反应的角度那么恰当 就是说让大家觉得说 不是我们要排除一部分的人 说惩罚他 他就是要乖乖听话 而是说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粉红色 粉红包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 什么之类 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件 让我觉得挫折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口罩使命志上路的时候 那我在附近的药局 那就是因为我住在 就是当森林公园那边 那我就走了大概十几分钟 我就看到有家药局 然后那家药局 它的门口呢 是用很大的字 写不要相信APP 惊叹号 那个惊叹号 自己还有一张A4纸 都是用标凯提 那当然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他不相信我们 花了很多时间 才跟民间一起开发的APP 当然一问就知道说 这位钥匙 他只有一个人家一个助手 那他们是早上发号码牌 所以说早上九点钟 他们开始发号码牌 比如说九点二十分就已经发完了 最晚到九点半就已经发完了 然后他是用号码牌换健保卡 所以是希望这些朋友们 到比较没有排队的情况 到傍晚的时候 他自己有空的时候再过来 拿号码牌去换回口罩跟健保卡 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社会创新 但是这个跟我们健保卡过卡的时候 再扣数字的那个口罩地图的想法 刚好南远北撤 所以说会变成是说 从九点钟到他们中午午休 有空来过卡 中间这三小时的时间 从口罩地图上面看起来 他们口罩都是满的 但是呢 实际上他们在九点二十五分 就已经没有号码牌可以拿了 所以有长达整整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他们一直接到很愤怒的民众的电话 去指控他们按杠口罩 或者是说很多民众会去那边拍门 敲门啊等等 然后直到说 他们就直接在门上面贴说 不要相信APP 我们发号码牌啊 跟口罩地图完全不一样啊等等 那当然 如果我们做一个社会创新 口罩地图 跟别的社会创新 发号码牌 互相冲突 那这样到底要怎么办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像刚刚讲的 你要去听对方 我要去问那个钥匙说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要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建议 那钥匙当然都是专业人员 很多非常有想法 所以他们就说 那很简单嘛 就是你把拿号码牌的时间 跟零口罩的时间 分成两个不同的栏位嘛 在口罩地图上面 同时显示嘛 你就知道是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来临 这样就好了 我就好 那我们来干 所以我们隔一个礼拜 下一个礼拜四 你就上了这个新的功能 就一部分钥匙就比较高兴 但是还是有部分钥匙不太高兴 因为他很难预估 他觉得说九点到十点发号码牌 但事实上有时候可能九点半就发完了 刚刚的讲法 所以呢 九点半到十点 这半小时 他还是会接到很多民众的电话 虽然没有之前那么痛苦 但是还是蛮痛苦的 那所以后来呢 又有我附近的另外一家药局的钥匙 就问我说 诶那郑文 你要不要设计一个功能 我们按一个键 号码还发完的那一刻 按一个键 我们就从地图上消失 好像隐身陡同那种感觉 我也觉得这很棒 所以我就快去跟健保署讲 后来我们也加上了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加上之后 钥匙就没有再抱怨了 然后当然也是因为那时候 网路订购啊 超商订购啊 以及口罩贩卖机啊 慢慢都出现了嘛 所以后来药局的压力 也就比较没有那么大 我之后在经过那家药局的时候 他的那个贴纸 已经不是不要相信APP 已经是 诶口罩竟然还有 赶快进来买 那所以就要是说 这个我们两个社会中心 慢慢的可以 开始互相互动 所以就是这个反应的速度 也是很重要 而且你心里来嘛 钥匙都是专业人士 我们也可以问他说 那对不起造成你的困扰 但是我承诺 只要你想得出好主意 我下个礼拜四 一定把你的主意变成 我们的口罩实验制的一步 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 我们要选美一边站 实际受到我们政策影响的朋友 要实际去听他们的声音 而且去问说 那你有没有什么更创新的想法 那我先愿意道歉 然后再说 那你的想法 下个礼拜就变成我们公共政策 而且我很愿意来称赞你 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追问就是说 如何找到跨世代的这个共通元素 其实也是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情 就是说大家在台湾 基本上都是希望说世界是越来越好 我们登出的时候的世界 因为我们登入刚出生的时候要好 这个是各世代一定是共同的 这个叫做永续 就是永远可以持续的这个概念 那你只要把持住永续的这个观念 基本上不管是任何时代的台湾的朋友 都会很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这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地方 有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喜欢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有没有在招募志工 那社会创新实验中心是我的办公室 就是仁爱路三段九十九号 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样子 那它本来是空军的总部 然后呢 但是呢 后来呢 我们就是把它规划 重新规划 邀全台湾的所有做这些社会工作的 这些朋友们一起来 那然后他们在看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都觉得说 外面的那些水泥墙啊 还有卫兵马首啊 让人很难以亲近嘛 所以呢 我们后来就讨论出说 我们重新这个气上家乡的红砖啊 拆掉水泥墙啊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从仁爱路上 就直接走到我的办公室 那并现在变成一个好像大安森林公园 经过建国花市之后又多出 一座新的公园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在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创作团体 像这个足球场的这个公共艺术 这个就是由史汉儿朋友们来创作的 那史汉儿 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他们烘焙是很厉害 烤饼干啊 面包啊 冲咖啡啊 等等 但是比较少人知道说 他们画画也有的很厉害 就是好像饭骨一样 他看到的世界 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他看到的世界 是有点破火的形状 充满了就是 你看到就会很有创意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这里面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 咸汉儿文教基金会啊 或者是说 我们在里面进驻的这些团队啊 等等 每一个可能自己都有在招募职工 但是我们这个社创中心本身 因为我们是已经去委托 一个NPO 就是数位文化协会来运作 所以如果就是对 数位文化协会有兴趣的话 他们自己不但有招募职工 而且他们也有让招募职工 团队彼此对话的一个平台 叫做NPOST NPOST 那NPOST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也在这边 就是空总有办他们的年会 然后所以如果大家平常对于 就是NPO相关的东西有兴趣的话 也很欢迎去参考 我们目前社创中心的营运团队 数位文化协会所经营的NPOST 公益交流站 那这个公益交流站 像你看现在他们在讨论的就是 无障碍的卫育 跟牙医的道府服务 那这个跟各位可能也是 就是觉得会有兴趣吧 那或者是说 他也有在帮忙 这个各种NPO去帮忙争彩 或者是说社区大学等等 也有在这个上面 去分享他们的活动跟平台 所以在这个部分 就是不只是NPOST本身有志工 你也可以透过NPOST认识更多需要志工的这个组织 那这个就是目前正在营运我们社创中心的团队 那还是很推荐大家 就是可以把写上的朋友们也当成是 他们有一些我们都画不出来 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 画出那么有创意的一些空间设计师的这种感觉 那之前有国外的朋友一来 一看到他就觉得非常的inspired 就是他脑里面就非常有灵感就冒出来 所以呢这边在我们看起来都是置物价而已 就最多放一些这个照片啊看板啊什么啊 但是呢这些捷克来的朋友们呢 因为看到喜欢这个公共艺术 他们心情很好 忽然之间又爬到置物价上面啊 然后就留下来了这个合照啊 那这个就是捷克的市长 Stanik Hippen 那以及他的各局处的首长 这些就是他的社会局长 经济局长啊等等 都是很年轻的朋友 所以就是非常的有童心啊 那但是我当时捏一把冷汗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测过那个植物家 到底可不可以上面有放人啊 那如果他垮下来的话 马上国际事件啊 就不是上二版上头版啊 那不过好在就是他很坚固啊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变成外交的事件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说在一个空间里面 它越是有一个新的感觉 那轻盈各种不同世代 它越容易工创 而且我们这边也有厨房啊 大家都可以自己带菜来一起吃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起吃东西的部分 当然也是跨世代的合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有四个人问说 请问郑文 对于三十这个三十岁的迷亡 有没有什么看法 他用这个引号把它刮起来 感觉上好像是说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 那好像我们应该要就是先看一下说 哦原来它是一出戏啊 那但是这出戏我没有看过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我自己是觉得了 我们现在的在大家在求职啊 在工作啊 在做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时候 都会面临一个情况 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解决的 我们现在碰到的大部分的结构性的问题 刚刚讲到的这些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Standic Fever的团队 他们手上其实都有拿一些牌子 每一个牌子都是一个地球要达到永续的话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就从最基本的问题 到最结构性的问题 一共有分成17种嘛 从最基本的就是 要怎么样让贫穷啊 饥饿啊 这个就是各种各样子的疾病啊 或者是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办法上小学啊 这些问题能够解决 一直到到最后面的 就是怎么样确保说 我们的整个地球它不会暖化啊 我们的海洋跟陆域的生态 是可以是循环啊 以及如何不要打仗啊 然后在国际上面 大家都可以来一起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啊 就是从1最基本的 到17就是最结构最大的 这17个问题 没有哪一个是可以靠单方的行动就解决的 所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之所以还在这边 就是因为它如果容易解决 早就被解决了 剩下来都是一些非常 我们叫weak problem 这是标关的问题 它必须要大家一起行动才能解决 而行动之前 还必须要先体会到 就是大家互同的难处 然后才能够知道说 我不会做一个畅行 反而造成其他一群人的负担 好比像说刚刚讲到 史密志跟发口马牌中间的这样子一种关系哦 那这些真的都非常挂实践 所以在以前还是线性经济 就是拼这个线性成长台湾前烟角木的那个时代 感觉上就是说你有一技技巧 或者说你有一个发明 或就是你有一份好的工作 那你稍微重重努力一下 你到30岁的时候 一定在社会上面就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 社会大概是尊敬你的 那但是呢 在现在因为要解决的问题 都是这种非常大规模的问题 常常到30岁 你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个问题而已 还没有办法着手去解决 更不要说好像大家都觉得说 你是成功的代表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 好处是说现在反正寿命也变长了 所以说就是现在30岁 就差不多等于以前的20岁而已 要这样子的想法 因为你可以一直就是很活跃的学习 解决这个问题 到现在像我阿嬷88岁了 那她还是很活跃 还是在想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 所以就是说因为平均寿命不断的在变长 所以现在30岁 那就跟以前20岁是一样的事情 不要觉得说好像像以前的30岁一样 就一定要在社会上找到固定的位置 还是可以像以前的20岁那样子 就才刚刚开始探索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叫组对答怪 就是去找到志同道合 但是呢各自有不同领域的能力的朋友们 一起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那有思维朋友们问说 如何配合资讯的流通 以及科技的发展 我们来推广志愿服务 但是不要让志愿服务 只是沦为打杂的工作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确实就是我们在政府里面 有很多的朋友 在以前比较不会用数位的方式 用新的科技来改变自己的工作流程 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有源源不绝的公共行政的替代意 替代意呢 它不是志工吗 它是被志工吗 但是就是 它当然还是志愿要服替代意 但是无论如何 它是什么原因 从公管角度来看 都是说 那这群新鲜的官呢 就是年轻的朋友 他很有创意 然后其实很有想法 很多非常有才华 非常有能力 但是呢 因为这个公共行政体系里面 知道说替代意 它不会长久留下来 所以往往就是把事情 切得比较琐碎 然后让他们来处理 那个比较琐碎的问题 而这些琐碎的问题 其实本来应该是 写一个程式 或者是用机器自动化 根本就可以从源头解决的问题 但是因为替代意实在太万能 又太好用了 所以就会变成这个组织 变成一种惯性 方式 而这个都是由替代意来解决 那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解决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问这些替代意 问这些替代意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如果你可以留下一些想法 让下一批的替代意 不用再做这些琐碎的事情 有些事情它可以自动化 甚至有些替代意 它本身非常会写程式 它把所有程式能够处理的 都自动化处理掉 好比像说我们办公室的这个检脑 当时就是很替代意 然后就是在看自己的工作流程当中 有哪些可以写一些对话机器人 写一些网站等等 就处理掉的部分 那从它之后呢 这些部分就交给机器人处理 就不用让人处理 所以在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最知道要怎么样 让工作自动化的 就是这些所谓打杂的朋友 所以就好像当时我必须要去 一间一间药局去问药室说 这个系统有没有造成你们的困扰 这个系统接下来可能给怎么样改善 那如果现在你在一个地方 做制工服务 觉得这些好像在打杂 那也可以去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有个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未来希望这一部分 可以怎么样自动化 那好比像说我们之前 在发问提问的时候 没有QRCO这个技术以前 大家都是舔提问单 有没有 就是我演讲一开始就会发提问单下去 发提问单的时候 大家填提问单 那一定就会有工作人员 可能也是志工 在帮忙收提问单 收了之后 他还要把就是比较来乱的 放到比较后面 比较问的比较具体的 放到比较前面 而且有时候字很潦草 他还要帮忙把那个字写的更端正一点 然后再把它这一叠 拿到这个讲台上面 让我看 那现在这个工作不见了 这个工作不见了 因为这个Sminer系统 就是让各位按赞来替代 之前的那个打杂的那个工作 而各位按赞 就是会有四个人按赞 就至少表示有四个人 看过这个问题 那四个人的眼睛 总比让一个吃饭在那边忙不过来 要来得好很多吧 而且好处就是在一开始 就可以这样做 那就不需要中间好像中段 我还要看提问单 大家都会 现在心里都会想说 那下一个问题 然后会怎么讲 就好像玩俄罗斯方块一样 你知道下一个这个方块会长什么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的这个互动性也增加了 但是像这样子的一种 技术上面的专业 其实说难不难嘛 有通用机 跟一个浏览器 任何人都可以做 这些免费的一个工具 但是还是需要有 像就是帮这个花授粉的那种蜜蜂 等等一样 就各位有过这个体验之后 那之后如果真的有人要你收提问单的话 你就可以说 之前有听过唐凤的演讲 他是用slider 而且他特别讲到说 这一部分算是打杂的工作 应该用资讯系统来帮忙处理 至少处理掉一部分 那志工当然还是可以帮忙递麦克风 这些也是很棒 但是主要它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互动 实体的互动 不是你跟纸中间的 或者是你跟提问单的中间的 或你跟铅笔中间的那种互动 因为如果打杂食 是你跟杂物互动的话 那这样其实真的是 在工作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好像工具人一样 比较没有成就感 所以人跟没有互动的部分 我建议保留一些要扩大 但是人跟物品互动的部分 真的如果能够用一些资讯技术来 把它变得更好的话 那就很鼓励大家 这个也是叫做植物流程在设计 不是只有 就是我们在身心障碍者的服务 就业上面才有植物流程在设计 任何人在电脑资讯技术的面前 你都可以去把这些机器人 看作是 也是身心状况 跟我们比较不同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规划植物流程 让这些机器人或者这些线上的技术 能够进入我们的工作流程当中 好 那有四个朋友们问说 网络的新世代里面 人物活在虚拟世界的时间 多么实体世界的人机互动 要怎么样看这样子的世代的这个差异 不过各位可以发现说 我除了是在念slido问题的时候 有看荧幕 以及要把一个简报 或者是网站调出来的时候 有看荧幕之外 其实我的注意力 基本上都是在各位的脸上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任何的活动 任何的 我们这样叫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 它都可以是分成pro-social media 就是让社会跟社会之间 彼此更接近的这样子一种媒体 像slido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他在这边是提醒我们说 今天的现在的主题是这个嘛 而不是说把注意力 从我们彼此身边把它拿走 那而且也因为slido的存在 我不用一直去提醒大家说 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题目 大家偶尔看一下 然后事先又可以回到我这边来 所以他是在促进人 跟人之间的彼此沟通的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别的社群媒体 他会让人说 就粘在滑手机啊 荧幕上面 那甚至时不时跳出一个 这个未读讯息的通知啊等等 那些我是全部都把它关掉的 我们在演讲的过程里面 当然我的手机完全没有响 iPad也完全没有响 但是我平常就不会响 我随时都是误扰模式 随时都是只有我去check它 没有它来check我 的这件事情 我每半小时 才看一次我的email啊 或者是其他的社群网路 所以我觉得时间的就是重要性 就是在我们怎么样不浪费彼此的时间 在没有意义的 因为是人跟物品 而不是人跟人的沟通上 我们如何把时间多花在一些 有意义的就是人跟人的这种互动上 那我觉得互动空间的设计啊 像这种slido搭配演讲的这种设计 这个是大家不分世代 都可以去想一想 要怎么样子运用的 那像之前我有在社区大学的 他们的这个全国的联合会 上面也有跟他们做一个 远距的这个演讲啊 那我也是告诉他们说 你看虽然当天 我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 赶到那个实体的现场去 但是呢 如果你把荧幕就是做得足够大 解析度做得足够好 在场的收音足够好的话 我们见面三分情啊 透过视讯还有两分情啊 那而且其实面对面 如果戴外口罩也只善两分情啊 所以那种方块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有些时候 如果你要长途跋涉 分波啊等等 身体不太舒服啊等等 也可以考虑像我去联合国大会一样 就是去那个视讯参加嘛 反正现在联合国在纽约的大会 不止在日内瓦的那个 都已经是全部都是视讯了 现在全世界都是变成是 你如果没有办法来现场 那你就派一个机器人的分身 但是这个机器人的分身 还是有你全部的注意力 而且你的注意力 还是放在彼此身上 所以这就不是虚拟或者是实体 而是人跟人啊 数位是把人跟人连在一起啊 不是说自通讯科技 把机器跟机器连在一起而已啊 那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像问一下唐鳳怎么看待最近大学生这个自杀 就是提早登出啊 对这个新闻的议题啊 以及是不是鼓励大学生投入志工服务啊 是不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啊 确实是我觉得会很有帮助啊 而且呢最好是说他如果全时间的可以投入志工服务啊 也就是说干脆去休学啦 我是觉得会更有帮助啊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大学生 他觉得说 他别的这个选项都用完了 他最后才会走到提早登出的这条路上 那一开始是大家很容易想象的一些选项 他比方去找辅导老师啊 一些线上的心理咨询啊等等 那中间呢就有很多选项 是一般来讲呢 他不去考虑 他比方说一开始就讲到休学 这个有些人就不会去考虑 因为他觉得说 这个在他的家族或他的朋友圈里面 他可能因此会被看不起啊 或他对自己的要求期待很高啊等等 但是你稍微休息一下 休眠一下 总比登出来的好 对不对 所以无论如何 就是我觉得休息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定啊 那或者是说 就是请长假啊 请一段很长的假 或者是说 就是说那我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就是要自主的来学习啊 现在是在高中 甚至是国中啊 我们都会从小养成这种 自主学习的习惯 所以如果觉得说 学校真的让人受不了了 那我就说 我跟校长说 我要自主学习啊 我在当年呢 就是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觉得说学校交的课啊 跟我在网路上面吸收的知识啊 差了十年的这个时间 我已经在做研究了 那我每天还是要听这些 就是十年前的这些知识啊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后来我就跑去找我们北镇国中的 杜惠平杜校长就跟他说 哎那校长啊 我这个一天醒的十六小时啊 我一半要浪费在学校里面啊 我只有另外一半的时间下课 我才能够去做研究 那我可不可以说啊 我也节省你的时间 你也节省我的时间啊 你就让我就都不用来学校 那我就全心去投入网记网路上面的这样子一种互相合作 我们叫自由软体啊 的这样子一个工作 那校长呢 发现我不是在混 或者是说 也可以说我是在混 但是我不是在混时间啊 我是在混地方啊 混社群啊 就是说在跟一群人私混啊 那校长发现说 哎这群人有些都是就是很用名的教授啊 很棒的研究者啊等等 他很放心 我去跟这群人混 所以呢 这个校长就说 好那我就让你成为一个混亲不是他不是这样讲 他就说这个 我就呃 帮你去处理教育局那边的事情 你明天开始就不用来学校了哦 所谓的处理哦 就是伪造文书的意思哦 因为在当时不去学校每天会被罚钱的 所以他就伪造了这个啊 我有去学校这个记录他主张说 这也是自主学习了 我不管去哪里哦 那个地方就叫北镇国中了 那么现在当然追溯期已经过了 所以我讲这个是不会害到都会比校长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呃像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说 在就是你觉得没有别的选项之前 很可能你觉得离经看到一定会被旁边的人反对的这种体验 说不定其实呃就是长辈也要好 师长也要好 主教主任等等也好 不一定那么反对 至少试试看嘛 或至少透过像slido这种匿名的方式 问问看嘛 说不定发现说有很多人也有在考虑类似的这种想法 那当然也可以就是其实混清是一个活动啊 可以去参加啊 那也可以去实际走入地方 有时候转换一个环境转换一个文化 就像我那时候啊就是在家自学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一下子就投入研究 我是先去呃乌来啊 就是佩亚族那边啊 先住了一阵子哦 那有时候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文化 就会发现说以前你那么在乎 然后呢觉得很挫折的事情 在那个文化里面他们根本不在乎这种事情 那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心境一下子又会变得比较开朗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事情 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创新的往往跟官方的体制啊是冲突的 任何事情呢本来好像很有弹性 但你让政府去做呢就僵化 那我作为政委负责社会创新啊 怎么样子我的体制不会僵化 可以真的协助我们社会创新的工作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简单来讲我们在面对社会创新的时候 有八个字哦 叫做权力支持绝不主导 就是说我支持你 但是不会让你的计划变成政府计划 那你不管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帮你增幅就是增加你触及到的这个人数 但是不是说我们来收割你的这个想法 把它变成我们的政府专案啊 KPI啊等等的一部分 把人跟人之间互相连起来这种 呃有点类似我们在城市里面叫做API 就是把口罩地图跟大家的line 连起来这条线叫API 而不是说每个部分一定要完成多少场 呃作坛完成多少场会议等等 那个叫KPI嘛 啊就是产生多少连结 来取代举办多少场活动 那像这样子的想法 API取代KPI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权力支持绝不主导的这个想法 那我们在社会创新里面 其实我们本来在台湾就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呃在早期啊 比如说合作社 呃像我 因为我家旁边就有一个全联啊 我每次经过看到全联就是当时是叫全国合作社联合会嘛 是一个合嘛 合作的合的那个样子嘛 那我就会想到说 哇这个是合作合作运动所产生出来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不管是消费合作社或者劳动合作社 或者在中间的这个省场啊 社区啊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 那这个呢其实是比较不僵化的 因为如果你太僵化的话 这个理事主席啊就是可以投票把它换下来 就跟民主制度是一样的 那这也是一种创新的方法 那所以像呃一些NPO 像主副联合会计保护基金会 那他们里面说要去创业都是去创一个合作社 他的道理也是在这边 就是他不会变成依赖政府的特定的补助 而是说大家觉得说 哎那我们一起共同消费 或者现在大家一起来发电啊 一起来装太阳门端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是社区自己来决定的事情 社区的好处就是这个社区它存在的时间 会比任何一任的政府啊 要来的绝对长过四年 长长长过八年 当你的这个寿命长过八年的一群人 你的社会正当性在台湾就比政府要来的高了 也就是说政府不会再把你看成厂商 你就不是伙计关系 而是伙伴关系哦 就是是你来告诉政府怎么样做比较做才对 因为你对这块土地的了解已经经过八年的时间已经胜过任何一任的政务官了嘛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让这样子的社会组织有超过八年的寿命 这个就是像刚刚那个npost供应交流站等等一直在探索的一个主题 所以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说不要让任何这个社会部门的这个正当性因为政府的介入 然后就变成好像政府的正当性变高社会部门变低 相反的我们都是打不过就加入了这样子一个态度 那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因为如果没有实际的例子 感觉好像在讲玄学一样 所以叫做总统背黑客户 那我们刚刚说到永续嘛 永续发展 永续发展的好处就是说 大家不管是公部门私部门社会部门 知道都不会反对永续嘛 谁会说我主张这个在我登出以前 我就要把这个地球毁灭 没有人主张这种事情嘛 永续主张这种事情 文明根本不会留到今天 所以那还留在今天的文明都是 至少一部分是永续发展的想法 那所以呢像我们今年的五个卓越的团队 每一个都是总统有办一个奖杯给他 那那个奖杯只要一打开 就是投影出总统的这个神主牌 就是总统承诺你说 你花三个月做的事情 我们用尽一切方式 会让你在十二个月以内变成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那里面有一些就是靠社会部门的力量 好比像说像透明足迹的这个团队 他们是之前就是大家知道可能有农地工厂的事件 有争议嘛 那他们透过资料分析的方法 让大家可以去看到说不管一间工厂 他在怎么改名啊 在怎么协议啊什么之类的 他总是有办法说你到超市里面去扫那个货品的条码的时候 他不是像一般的收银机只显示他的价格 他们所研发出的这个透明足迹扫了再买的 你扫的时候他会显示出他造成多少环境负担 他之前是被财罚多少的情况下才生产出这盒饼干来 所以你要买这盒饼干之前就可以想一下说 他是对永续是造成有帮助的是社会有社会使命的 还是他是对永续造成破坏的 这才生产出一盒便宜的饼干 大家对于价格跟价值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而且他们也正在促成经济部说可以用精纬度啊 更精确的去把就是农地上面的污染啊 财发的记录啊等等都公开开来 那这个就是社会部门有很高的正当性 去带领着我们的经济部来进行讨论进行修改 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棒的团队啦 像这位哲伟啊 他也是有一个跨部门的非常多的团队哦 那他们一开始应该是在桃园先试点 就是把所有的工部门闲置的这些空地 他们透过一个类似互动式的游戏 让大家看到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如果种满了树会多棒 大家还可以自己在那边试着种不同的树 那大家把这个院景集合起来之后 说明真的就去种 然后是让这个树有绿化的空间的面积 可以在大家细心的维护底下 不是只有单方面让政府来做 而是让社会创新的朋友们可以组集起来 一起来养这个树 而且树也可以跟你对话 就是不是魔界里面那种树人 是说你透过也可以去跟这个树有更多的互动 这个树他感受到了什么 他可能旁边有一些IoT的一些装置啊 温度啊湿度啊之类啊 而且树底下呢还可以放一个大茶壶嘛 这个就是凤茶团队啊 这也是另外一个总统 被黑客送的团队 大家知道说以前就是台湾长久都有一个文化嘛 就是在树底下放一个茶壶嘛 路过的人可以自己倒茶嘛 叫做凤茶 那他们现在这个呢是凤茶的一个APP 虚拟的一个凤茶 也就是说他把任何可以装水的地方 包含饮水机啊 或者是愿意支持的店家 他都放到这个地图上 所以就像口罩地图一样 你觉得渴的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像我现在这样走 错误示范 拿一个宝特品 那我相信这个待会儿会回收了 然后可能会做成建筑物之类的 但是就是说台湾虽然95%的宝特品有回收 但是5%的宝特品还是没有回收嘛 那这些没有回收的会造成环境负担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源头减塑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出门会带水服的人就是会带啊 出门不会带就是不会带啊 你去怎么样跟他锁脚啊 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件有趣的事 就好像说平常不带口罩的朋友 你可以说有粉红口罩耶 有彩虹口罩耶 暴纹口罩耶 还是国旗口罩耶 还是什么别的口罩 总是有一个花样让他愿意带上去 所以同样的 出门不带水服的朋友 靠凤茶这个APP 他就可以变成好像是大地闯关游戏一样 像宝可梦一样 他可以去收集这些饮水机的点 他到每个地方打卡 他要去勾 这个地方是冷的热的冰的还是温的 那各种不同的水呢 底下还会讨论 这边水喝起来很甜啊什么之类的 那他只要连续50天 每天去这种注水打卡 那他就会挤满这个点数呢 他就会升级 升级可以做什么呢 他可以去参加什么大道成文化巡礼啊 可以去把什么格外农品的水果茶的那种就是 就是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的蔬果 但是他还是可以做成像果酱果汁啊 那他可以去兑换这些商品啊等等 也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他连续玩了扑棚以拜玩了50片之后 他新的习惯就形成了 他本来只是觉得我在玩一个大地游戏 但是自然而然他出门也就会带水服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在源头检塑的一些目的啊 那还有很多别的屏幕啊 那就是这是在就是天气很热 可能会中暑的时候 透过像凤茶这种APP 来提醒大家赶快要喝水啊 不然很可能会中暑啊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健保资料的一个应用 所以刚才的这些其实都是完全不讲话的 虽然这个我们啊总统这个参与总统颁卖奖 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人突然都变成公务员了 也不是说这些人忽然就变成政府执行计划的厂商啊 相反的这些朋友还是在社会部门贡献他们的心力 但是我们承诺说我们如果有法规阻挡到各位 我们立刻来修 话不像第一届总统梅黑客送 讲的是有一个叫远距的医疗啊 蓝宇的一个护理师啊 就是因为这个黑银直升机嘛 在夜晚啊出一些状况 摔了直升机 所以他们就说要远距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真的为了这个修法 那我们确保说他的品宽设备没有问题 他是合法的而且有充足的人力等等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是公部门来帮忙去解决这些 我们自己造成各位的障碍 但是最后还是我们全力支持之后 不会来主导这些社会团队的这个发展 所以如果对这些故事感兴趣的话 很欢迎来参考我们 中空杯黑客送的一个网站 有位朋友追问说 为什么今天会想要来参加演讲 因为这个讲的题目是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是我的举责业务 只要是愿意就是来提出邀请 我只要有空 我非常都用slido 就非常愿意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社会创新的事情 那如果有一些只是邀请我来剪彩啊 或者是来邀请我智词讲两句话啊 合个照就走了 那个我是都不会同意啊 我其实今天回去啊 还会预录一些智词 我就是每个周末啊 会批字录下个礼拜需要用的智词啊 我就一个人坐在家里哦 把所有的智词都念完哦 就是完全读稿机啦 的这个状态 那所以他们如果在开幕的时候 真的需要我讲几句话啊 我人就不需要到那边嘛 我们续位证位就是好几位的意思嘛 有一次那个N-POSE公益交流站啊 他们在办N-POSE的年会 NPO年会 那另外一边呢 应该是卫福部啊 社加署也在办他们的这个社会创新相关的一个讲啊 那然后呢 我呢同时在逛摊位 所以我就听到我在这边致辞哦 然后我在那边演讲啊 然后我自己还在逛摊位哦 一个空总有三个躺风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样是这种高互动性的 跟大家及时互动 我都特别愿意来参加 那致辞剪彩什么啊 就交给我的数位分身啊 就可以了 那有三个人问说 有没有印象深刻哦 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经验哦 当然有啊 好比像说 我印象深刻之一的这个经验呢 就是我们在2014年的3月17号的傍晚 那当时呢 我们在线上也听到说 哎当时这个服务贸易协定啊 在立法院没有经过冲突的讨论 就要出委员会 那有很多我的朋友都在那个附近啊 就是啊 在那边办这个演说啊 抗议啊 等等 那我就实际去了那边 那我去那边呢 本来也没有想要做什么 但后来发现呢 哎 我有一些可以贡献的事情 就他们的直播的讯号出不去 所以呢 我刚好呢 当时我的手机呢 有hsdpa哦 就是还算快的一个手机的速度啦 所以我的手机就可以担任这个热点的工作哦 让他们把直播的讯号比较快的送出去 因为当时 youtube才刚刚开直播功能啊 几乎没有多少人会设定 那所以呢 当时呢 我就找了这个实际在直播的那位朋友 在拍现场那位朋友 他叫音笛大力哦 那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面 那所以他就说这个 那他现在有讯号 那我又有网路 那中间呢 只需要一个 啊 我们叫做 就是开放式的直播软体 只要有一个笔电啊 就可以把这两边接在一起 所以当时呢 就忽然之间呢 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就出现了 看起来好像只有大学二年级左右的年级 非常亮年级 然后手上拿着一台 我一看就觉得其实蛮贵的一台笔电哦 那这蛮大的 可能大概15寸左右 然后他就说 哎你们不是说缺一台电脑吗 我这台电脑给你啊 系统管理员的密码啊 在这边哦 来自己抄下来 谢谢给我 那我就这个把电脑捐出来了哦 让你们就可以来做直播 我想说 为什么一个大学生 会把一个 感觉上就是价值至少四万块起跳的一台笔电哦 那就这样子放在两个陌生人的中间 然后说那我来支援这个直播啊 一定是非常有理念哦 非常有意志哦 然后后来呢 这个大学生 他就翻墙就跑到立法院里面 占领立法院哦 所以原来是 这个黑色导 我青年正线的朋友啊 因为那个 laptop很重啊 其实就是妨碍他的翻墙啊 那谁也是想要把他放在一个 比较安全 有人看的地方啊 所以就是说 一个这个自媒体 然后加上我啊 我是写自由软件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一个翻墙 所以刚好可以把笔电留给我们的朋友 我们就开始了 在当时的一个直播 那那位朋友来翻墙进去之后呢 当然在里面也有人用两支夹角拖鞋啊 夹着一个ipad 也开始直播嘛 所以那场和外场都有直播的情况下 大家就发现说 318的这个事件 从头到尾 警察根本不知道 说有人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然后大家自己就开始反包围警察哦 然后是在 几乎没有任何冲突的情况下 就完成这个补给线的设立等等 那当然隔天 有一些电视台说 是报名啊 什么打砸抢啊 什么之类 对不起 我们刚好从头到尾都有直播 可以证明说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三方都是志愿来服务 而且三方之前完全都不认识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让一些真正的改变的行动 去可以发生的事情 那三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我吵架吵明的方法 是不是都不用吵 控制脑坡 对方就可以妥协哦 我具体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其实一个人很凶 对方是觉得说 好你讲的事情 他值得花时间来听 可是呢 这个边际效用是第一件的 你凶到第二次哦 这个效用就打个八折 你凶到第三次哦 变成六折次哦 那就是再凶再凶 就到最后就没有用 因为对方已经麻痹了嘛 是会习惯的嘛 人脑是就是会习惯这种刺激的 所以就是说 胸可能是能胸一两次 之后胸大概也是能用 那但是呢 有一招是随时都有用的 就是很专心的听对方说话 这个很神奇 就是你如果去练习说 我专心听你说话 听个五分钟都不来打断你 那这样子的话 对方呢 因为他以前呢 就会讲一些很没有意义的 或很冗长的 或者是让人觉得不知所云的话 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并没有好好地被倾听嘛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讲才有用 那如果你如果好好地听他 像我说我去走访这个药师啊 药局啊 有一些朋友他真的在当时 因为他就是心情很烦躁 所以他当然讲话也就是大小声啊 但不管他怎么讲 反正我就是好好的听他讲完五分钟 这五分钟我绝对不打断他 然后呢 我也会请他尊重我 就是说那 接下来换我五分钟吗 那我五分钟里面讲的话里面呢 就是我听到他讲的话 我用我的话再把它讲一次而已 我绝对不会加入任何新的论点 不会把它带到任何别的地方 但是我会像刚刚把大家的slido的问题念出来那样子 认真念出来之后 然后说从我的角度看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问什么 应该是在问什么 我也不一定对 那你也不要打断我 因为反正才五分钟嘛 那经过五分钟之后再再换你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被会所以的 我有误解的地方 我让你不舒服的地方 你再话五分钟这样讲出来 那这个叫积极领域 Active Listening 这个是做任何助人工作 都非常受用的一个基本技巧 所以基本上呢 这并不是控制对方的脑破 这是控制自己的脑破 要控制住自己 不要打断对方 因为有时候你听到对方讲的 真的是很离经叛道 你真的会很想要打断对方 但像我自己 在雅鲁路山的19号 很多朋友来跟我推销他们的想法的时候 我都已经练到说 他可以连续讲到35分钟45分钟 我都不会打断他的程度 有些朋友他来说 他发明的涌动机 是只要有一个电进去 一度电 他可以发到两度电那么多 那所以呢 这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一种机器 那这个我虽然脑里面想说 这个应该违反物理定律吧 但是我也没有打断他 就让他好好讲完他的发明 有个朋友也来说 他发现了一种外星人 那叫做这个雷尔 这个运动 那只要我们建造一个大使馆 那大使馆建造成什么什么模样 外星人就会首先降临地球 我们会变成第一个跟外星文明接触的朋友 他也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外星人大使馆的细节 说什么可以超越国际啊什么 虽然我在脑里也觉得说 我们外交部可能就是没有这个这个星祭司 目前还没有星祭司 不知道说这个要哪一个公务同仁才能够承办 但是我也没有打断他 让他好好讲完他的话 但是之后你当我反馈我的意见 在第一个例子上这个涌动机的例子 其实他在讲的是说我们要节省能源嘛 要储存能源嘛 能资源要循环嘛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变涌动机 但真的节省到大部分浪费的人 这个是做得到的啊 那或者后面这个这个雷尔律动的朋友 其实他里面很多说你从太空看地球 就不会人跟人之间好像无谓的那种国界的疆界啊 彼此互相猜忌会少很多 这个也是很对的想法啊 所以有一些后来我自己也学会了 所以我跟国际的朋友们今年在视讯的时候 最后拜拜的时候都不是拜拜啊 都是摆出这个外星人的手势啊 说这个生生不息繁荣昌慎啊 这个就是瓦肯仁的手势啊 那当然不是说我们真的跟瓦肯仁正交往 那毕竟是就是小说跟电影里面的东西啊 那但是总之他的这个看世界的想法 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嘛 所以不管他那五分钟讲的再已经看到 你不打乱他到最后 总是有一些可以学习到的一些事情啊 有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你想要请问我对台湾教育体制的这个看法啊 我在加入内阁之前 我是12年国教课发会的委员 也就是说在去年上路的新课纲 一部分是算是我的 我是共同作者之一 那包含其实现在让大家觉得很麻烦的学习历程啊等等 那所以这个就是就稍微就对了 我们今天来想办法 让大家变成不要变成军备竞赛 那都是就是说星特纲其实他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把以前在师范教育的时候 我们以前是说小学生又小学生的样子嘛 国中生高中生各自有各自的样子 那到了大学又是大学的样子 在师范体系里面也是一样 教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的 教国中的教高中的 其实都是受不同的训练 他们的想法是现行的 在每一个阶段到底要达成什么样子的事情 好像是就是一列车子这样子 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教育呢是反过来 我们叫做自发互动共好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什么时候发动 发动到哪里去 这个方向由学生自己来决定 每一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方向 他在高中就可以选修了 他在国中国小都有一些自主学习生活课程 本来是社团本来第八节课的 都可以变成学校的选修课 必修课加生加访课程等等 让小孩有很多探索自己自发的想法的 这样子一个空间 那在这里面其实最难调整的 其实是上一代 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在就是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一下子就分科啊 分组啊 分析啊 排名有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大家很在意在班上 谁第一名谁第二名 谁得书卷奖 谁没有得啊等等啊 那这些跟我们现在这个自发的这个想法 适性的样子来就会想法真的完全不一样 就好像线性经济拼经济 跟循环经济 就是身上穿的像我这件衣服 也是12个回收好特品 跟5杯咖啡的咖啡渣 变成了咖啡沙嘛 就是说我们重点不是说 这个东西它多贵或者多怎么样 而是说它多能够多少%是 它的这个材料是来自于回收重新循环再利用的 我们现在追求是循环的这个效率 而不是线性的这个浪费的这种效率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确实是价值观的这个改变 那所以在以前呢 大家都会觉得说一定要念大学 无论如何先念到大学就会再说 这个是那个线性经济吗 好像说你至少要就是赚到多少钱 我自己才叫做至少起码的成功嘛 所以在以前都觉得说那我念到大学至少保表 是说我有就是一级之差啊 或者是说我是有一定的这个学历啊 在社会上我也被抢不起啊等等 那么在以前都是这样子嘛 因为我国中辍学了 所以这个有很多朋友有告诉过我这些想法 那但是呢 在现在呢其实就不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的大学任何时候你要回去 它都还在那边 现在大部分的大学 都有终身教育的这个活动 不是只是社区大学有 甚至学术型的或者是科技大学 也有专门给终身教育的 不管是契专班EMBA 这个是比较早开的了 那或者是专门来做USR 就是大学社会责任的这些活动 也都是社区都可以参加了 所以其实任何时候你回大学 都不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现在大家再回大学再回大学 一生中回好几次大学 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那这也是一部分很感谢社区大学这个活动的这个猝发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反过来讲就是他高中毕业之后不一定马上要念大学 因为他如果念大学的时候 他脑里面有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 那大学只能给他一张文凭 而且还可以给他很多压力 当然那可能就会受不了 但是如果他自己不是就是立刻要念大学 他愿意去先探索自己的兴趣 说没有参加职工工作啊 参加个半年一年也不会怎么样啊 之后他有他的继续已经确定之后 他再到大学的时候 他跟大学的老师就是平起平坐 老师有一个想要解决的研究的方向 他也有一个想要解决的研究的方向 这个时候双方教学相长的这个速度啊 是快很多 因此他脑里什么都没有就去念大学啊 要来的快很多 所以就高中毕业之后不一定要马上念大学 那这个也不是一个新的想法 事实上这是蔡总统第一任的证件 那教育部也推出了这个储蓄的计划 那第一年的执行率呢 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那为什么呢 我们就看到很多高三的学生 他有来报名 不是没有 但是最后一会就取消了 那为什么取消加长反对 加长为什么反对 邻居的小孩都在念大学 为什么你们先跑去四个两年 我要去业界 那会怎么样吗 那没有啊 就是因为邻居都这样子做 所以他事实上是一个社会啊 压力人情压力 所以确实是很多18岁的朋友们 他本来是一腔热血 想要加入 不管是怎么样体验的 翻转的实习的这个 现在还有叫T大使哦 就是帮助地方去进行数位转型的活动 但因为家长反对 所以他就或者不放心啊 所以他就没有去加入 当然我们现在慢慢推广这个概念 慢慢越来越多的家长赞成了 但是到最后 其实还是这个小孩 应该要自己做决定 所以我们后来就想出一个 福利筹新的方法啊 就是最近才在 立法院才一读通过委员会的 全面把成年下学到18岁了 所以这很快的 应该是明年18岁就是成年了 意思就是说他高三读完毕业了 如果他真的跟他家长意见不太一样的话 他自己签字 他说了算了 那他的人生就是他自己了 其实这个并没有那么的精盘到 因为即使是日本都是这样子 我们基本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大概都已经是这样 大学是你已经有想到要学什么 再去学 而不是高中毕业之后非得去补课 中间你隔一年隔两年隔三年 都是没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的转型还比较慢 但是没有关系 我想在18岁成年以及全面18岁公民权 所有投票权那个比较难之外啊 那我们大概在明年上路之后 我觉得这部分都会加速这个社会的这件事情 就是接受的程度 有一个朋友问说这个演讲会不会有逐字记录 以我的理解我们会有测拍 所以会放到YouTube上 那这是定向收音 所以收音品质当然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是总是比现在各位两只耳朵的 成像收音会稍微再好一点点 那所以欢迎这个之后到我们的YouTube上面去看 我们的YouTube频道的名字叫做P-D-I-S P-D-I-S 那如果觉得不好记的话 我们的网站叫DigitalMinister 就是数位政委 DigitalMinister.pw 有两位朋友们问说要怎么样实践公民社会 目前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实践公民社会的 这样一个做法 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公民社会就是我们现在我会把它叫做社会部门 经济部门又称私部门就是主要是要为了股东 或者是为了要赚钱 追求经济上面的利益 那我们治理部门公务门 那在台湾最主要就是去确保说社会是一个均衡永续的发展 我们可以照顾到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的人的发展的机会都应该要是一样的 任何地方的通讯的权利 健康的权利 学习的权利 都应该是相同的 那如果有不相同的地方 我们的治理部门有责任去把它弄成一样的 那但是社会部门呢 其实它的我们叫轴转 就是它找到一个新的议题 并且去因应这个新议题 它的弹性 它的速度 草根性等等 其实常常是大过我们的经济部门 跟我们的治理部门的 但是社会部门在很多时候 它不一定会连在一起 就像今天大家借由这个活动 大家彼此认识 彼此逛彼此的摊位等等 这个就是不是只是山头嘛 而是连起来变成山脉 台湾的历史上呢 大概这种就是山头 愿意不要只是山头 而是连成山脉 常常都是有一些大的事件发生 像我们在三英霸太阳化运动的时候 当时就是因为立法院被占领 所以所有呢 对于服务贸易协定 有想法的NPO NGO 加起来二十几个 每一个就是在 就是立法院的 每一个不同的角落 去办理他们自己的 这种公民社会的讨论 跟教学等等 那所以呢 在街上的这个五十万人 有一天有五十万 平均没有 每一天都五十万 但是在街上那么多人 那就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好像帮花兽粉一样 他从一个摊位听到一个想法 他不一定同意啊 但他会带着这个想法 一些概念 又去下一个摊位 又去下一个摊位 那经过这样子在 各个NPO中间 彼此串联的讨论 到最后就慢慢凝聚出 一种气氛 就是讨论这件事情 是一件很酷 很有意思的事情 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在此之前 一个年轻人在讨论这个时候 都觉得自己很边缘 那大部分的人在意的 并不是这种事情 但是从38以后 那突然之间对于青年人来讲 讨论这些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 突然变成最最潮 最最夯 就是最最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那当然后来这些动员的能力 很多长辈也学会了 那所以像刚刚提到的 不是只有鹰眼部队这边 也有穿银剑这边 穿银剑这边也是用非常好的 这种社会创新的力量 去让大家平常是山头的 也愿意动员起来 变成一个山脉 所以就在社会上的 各个不同的年龄 都可以去学到这种 互相联络的一种方法 这个就有点像是 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为了救灾 所以不同的教派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地方跟中央等等 捐气成见 因为没有什么比救灾更重要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才可以去达成一些 就是惊人的效率 而且在此之后 开始累积彼此之间的复兴 我并不是说 每次都一定要发生 立法院被占领 或者大地震 或者是这个大的流行病 才能够去实践公民社会 但是确实真的很有帮助 这个也没有办法否认 但是只是说 就是好像每次地震之后 我们的建筑物 是越来越有任性 越来越resilient 就是越来越能够回复 回复力越来越好 那同样的我们的公民社会 也是在这个一次一次的 大的挑战之后 大家本来彼此之间不相信的 但是因为一起参与一次救灾的行动 一次这种助人的行动 忽然之间同舟一命的这种感觉 又变得更强 所以大概就是在不断的就是发生灾难 大家彼此不得不互相帮助 帮助完之后 靠着平常像这样子的一些就是活动 然后去经营大家彼此很明显的关系 那之后又发生一件大的事情 大家又可以再花力气去一起帮忙等等 透过这样子不断的就是发散熟练 发散熟练 这样子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社会部门经营的更强 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现在是资讯交流的时代 在资讯便利的同时 资讯安全就变得很重要 但是资讯安全有时候不是很方便 比如说现在密码 这个本来只是说一定要六个字 后来呢慢慢都要八个字了 那八个字呢还不够 还要大小写 大小写还不够 还要有数字 有的呢甚至还要有标点符号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 不小心就会忘记了 那有没有建议说 能够兼顾资讯安全 跟资讯便利的这样子一种方式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寄密码的话 那你可以运用一个叫做双因素认证 双因素认证 就是你不是靠寄密码 而是靠好比像说 我们现在如果有智慧型手机的话 那智慧型手机在最近几年初的手机 大概都有不管是指纹 或者红膜的辨识功能 那或者人脸 那如果你信任这支手机的制造商 那这个也要比较小心了 但是如果你信任这个制造商的话 那确实像我这台iPad 它有人脸辨识的功能 它可以靠刷脸来解锁 但是我信任这个晶片 它不会把我的面部的资讯 传输到外面去 它也不会去搜集别人的脸 它就是只用我一个人的脸而已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叫做辅助式的科技 就是它很像助听器或眼镜一样 它是来帮助我自己来就是记得我 很容易忘记的密码的 它不是拿来去好比像说 就是我戴眼镜看一看东西 突然跑出一个盖板广告 那这样子这个眼镜就不是帮我 而是帮广告商了 那所以我如果就是能够说服自己说 那苹果这个它主要不是靠卖广告 那所以它的这个刷脸的科技呢 我是可以信任它的话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密码 都是可以交给它的钥匙圈来管理 那你每一次要进行采购啊 去做一些线上交易啊等等的时候呢 那你就把口罩稍微拉下来 然后呢稍微按两下这个按钮 让它去做一次人脸辨识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说 它并不是储存在雲上 而是储存在端上 就是这台机器 而不是某个你看不见也摸不着 也很难机会的机器 来存放关于你的这个资讯 所以就是一定程度上面 用生物辨识就是你的这个生理特征 然后跟你手上有的这个装置 比方说智慧型手机啊 以及iPad等等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做法 如果你很不想要接密码的话 那但是这个前提还是说 这个硬体的制造商 这个设备等等 是你可以信任过的人做的 而且它不是储存在遥远的云端 它是就拿在你的手上 而且除了你的手上之外 别的地方都不会去 那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才可以兼顾资讯安全 跟资讯的这个便利啊 那有三个人问说 志愿服务是不是也需要一个 简易的学习进修的平台啊 让年长者能够活到老 学到老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那所以非常欢迎这个今天来参加的朋友 来架设这个平台 我们全力支持啊 但是绝不主导啊 绝对不会变成行政院 这个平台啊 但是很欢迎拿这个题目来报名啊 报名我们的总统 那有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啊 问说可不可以参加志工的服务啊 而且也领志工的手册啊 可以吗 对那应该是没有年龄的限制啊 因为我看的那个刚进来的那个墙上 说从八岁到一百零八岁都可以来参加 那小一可能才七岁吧 所以他可能看到那个八岁觉得说 自己是不是年龄还不够啊 所以没有办法参加啊 但不是这样子 那个要跟这位小学一年级的朋友说 这个八岁到一百零八岁 那是一种举例而已啊 并不是歧视七岁的小孩 也不是歧视一百零九岁的老人家 那真的只是一种举例的方法而已啊 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啊 我们很多时候一不小心 就会有年龄歧视的状况 就算年龄八岁到六百零八岁 都会出这样子的情形啊 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从科技的面上面来讲 目前在社会创新 有没有哪些科技上 我们要克服的议题 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讲到总统为黑客送 为什么大家解决这些永续发展的目标 大家可以组队然后一起来解决 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 当我在讲这些举这些例子的时候 大家曾经有所感受 我讲到凤茶的时候 讲到哪一个或是保特瓶的水壶的时候 讲到在政府的闲置用力上面种树的时候 我有看到大家都在点头 表示说我不是好像提了一个 你没有经历过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如果有一些事情 真的是看不见摸不着 话必须要说 怎么样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那这个呢 我们并不是这个随时随地 都可以侦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我们人类没有内建之中sensor 有了 但是精确度非常低 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很难就是具体的知道说 我们每做一个行动 它会造成地球的这个 暖化它多大的负担 因为我们没有内建这样子的sensor 那这个情况呢 也不是不能够改改变了 你只要能够把这样子的负担 对地球的负担 变成大家能够看得见 摸得少 感受得到的东西 就可以了 举例来讲 像PM2.5 PM2.5 我们也没有内建 PM2.5的这个感测器 那空气这个好或不好 虽然大概会有一个感受 但是很难一下子就了解 所以就有社会部门的朋友 做了像空气盒子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任何人都可以放一个很便宜的空气盒子 在不管是他的环境教育的 有些甚至是教育局 直接去请这个小学的老师 教环境教育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放这个 他像我们以前教生活的时候 要养餐宝宝一样 所以现在你要教这个资料治理的时候 就养一个空气盒子 然后大家就可以开始了解到说 原来我这边的气候是怎么样 那当有上千个各种不同的 就是民间的朋友们自己组织起来 然后自发的去画出这样子一种 全台湾的空气品质的地图的时候 那其实他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叫做Data Coalition 就是透过资料来达到 彼此之间互相结盟的一种 资料联盟的这种关系 那这一个资料联盟里面呢 当然有些人做运算 有些人做资料搜集 有些人做资料的呈现 利用 好像说有一个朋友 就做子报在哪里 报子报 就是来看说哪些地方有发生子报等等 这些全部加在一起 他形成一种社会压力 让任何增加联盟2.5的行动 都没有办法来采取 让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 在这种阳城的房积上 所以就是一整片这样子下来 到现在真的空气品质好很多 那是因为有这种资料的 有协同合作的这种关系 然后是靠大家一个一个 空械和子 互相串联 把它变成 所以这要讲 这个科技可以做什么样的帮助呢 那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本来我们自己 这个掩耳鼻舌声难以感受到 但是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事情 要更多的这种科技 让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得到 而且可以一起集体的对它采取行动 像空路地图 像口罩的地图 都是把我们 我们有没有办法看一个药主 立刻就知道它剩多少片口罩 但是愿意开放出来 愿意串联起来 每个人都可以在排队的时候 里面来担任机会的工作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资料协作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目前社会创新 最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越多的领域 能够组成这样子一种资料协作关系 我们就可以去把更多的部门的 朋友的力量汇聚起来 而不是彼此 那有两万朋友们问说 什么是社会创新的服务 对我来讲 社会创新也是有八个字 叫做众人知识 众人住职 就是一个对大家有公共利益 而不是只是单一的 厂商有利益的这件事情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想 新的方法来参与 这个就叫做社会创新 那我刚刚举的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都是社会创新 而且你一想到的时候 你说不定不是应用在 一个产业上 你说不定是应用在一个 人跟人之间 合作的新的做法上面 比方说我刚刚一走进来 就有看到 在解释时间银行的运动方式 时间银行也是一种社会创新 甚至要在这个数字文字前面 就越有帮助 所以大家都能够加入 而解决的又是大家共同的问题 像这种创新的模式 就叫做社会创新 那有些别的像产业创新 那个是说只有在那个产业工作的人 才能够加入 有时候还有一些专利等等 那他主要受益的也是他的上下游的厂商 跟顾客 那你若不跟他做生意 你就没有受益 那这个是叫做产业创新 那社创成创就好像一个飞机或一只鸟的 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一样 是要互相平衡的啦 那如果没有互相平衡的话 那就很容易就是失衡 会变成过度的往往一个地方去倾斜 所以两个是缺一不可 那社会创新里面有很多是服务性质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产品的性质的 那服务性质的社会创新 对我来讲就是当你有接受过这样子的服务 他比方说从收提问单到变成slido 你有接受过这个服务之后 你下次就学会了 这个传播没有成本嘛 你下次开活动的时候 你就到slido.com 然后按这个新增一个新的事件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的活动立刻就可以有收提问单的小帮手 在这个投影机上面放你收提问单 这个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学习的成本 那你如果觉得里面哪些中文字的措辞不到 随时跟我说 因为这个软体的中文翻译是我个人负责的 所以你如果觉得哪里可以翻得更好的话 那你也随时跟我讲 那我们就尽可能的把你的创新 也变成一新秘来嘛 我们开门造成一新秘来 那所以你的想法也可以变成这个创新的一部分 那有三位朋友问说 社会企业在台湾是怎么样的样貌 这个是可以到我们的社会创新平台上面 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线口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社会创新发展的这个地图 那这个地图呢你就点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新北市 台北市等等 那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在这边做社创的这些组织 它不一定是企业 意思是说它不一定有这个股东啊 也不一定有就是用钱来换的产品或服务 它可能是纯粹倡议的 那但是就算是纯粹倡议的 它也可以在这边去找到跟它倡议的目标相符合的 好比像说像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 它主要是倡议的 但是它就找到了家乐福 然后去卖那种不是关在笼子里面的鸡的鸡蛋 这个就是一个倡议跟一个消费的这个选择性消费的行为 把它合作起来 并成一个叫做社会创新合作的一个概念 那他们也得了我们的亚太社会创新的一个合作奖 所以如果要知道说社会创新合作奖 它的就是就是整个亚太的一些社创的山头 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把它变成山脉 然后你也可以去看历年资料里面的一些得奖团队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搬的这些 像印尼的这个2de wall 就是把这些时尚产业所做出来的一些废弃物 重新upcycle 变成他们当地的一种合作经济的时尚的产品 这样一个做法 那就有点像是咖啡沙的这样子一种创新 那这个呢就一次解决了17项农序化目标里面的4个相关的农序化目标 那这个也是因为我自己不平分啦 所以其实这是亚太区其他国家的朋友们来平分 那所以就是也赢得了这样子的一个奖项 那我们在新加坡也看到一个叫做beam&go beam&go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就是我们在这边有很多菲律宾来这边工作的海外工作者 很多移工朋友 那他们在这边赚了很多钱是会回去 那但是呢 会回去的时候呢 他们有些人也会担心说 会回去这个钱 他不是用在我刚刚讲的最基本的通讯啊 学习啊 健康啊 这些基本的事情上面 而是被拿去乱花掉 拿去谷博啊 拿去买奢侈品啊 等等 所以呢 这个beam&go呢 就是一个线上采购品牌啊 就是他跟菲律宾当地的杂货店啊 或者是一些链锁超市合作 那这些移工朋友呢 在这边赚了钱之后呢 他直接透过这个品牌就可以再买那边的货 然后呢 他的家人就去那边提货就好 那所以他一方面进了这个持家者的这个工作 那二方面他也知道说他在这边辛苦赚得成 他不会变成那边的一个奢侈品 或者是就拿去赌博赌掉了 那像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社会创新 那他写软体的在新加坡实际使用的是一个国家 那但是呢 真正受贿的呢 可能是他在菲律宾的一些小孩啊等等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跨国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台湾呢 很多的这些社区啊 他们真正服务的对象也好 或者是说他们到最后终端服务的这个对象也好 都不一定他一开始跟他一起创业这些伙伴 像之前我们也有就是去非洲 伊索比亚的时候 有带这个在台湾做肺结核抽样检测的 那他们一开始也是跟 宜兰的一些原住民族的地区还有一些肺结核的盛行率不高啊 但是还有的这些地方去进行这样子的筛检 但是当他们把这个AI的模型 就不是靠伊索市在当地 而是伊索市在云端的去看这些模片 那这些情况之下 他就可以把每一次的这个肺结核筛检 从一次要可能新台币要200块 100多块 那降到只要新台币可能30块左右 所以他们去非洲 我们去那个非典的那个 那个大楼里面去present 那非常多非洲的朋友能够 就是眼睛一亮 因为对他们来讲 肺结核的大规模篩检 在一起是天文宿主很难想象的 但是现在感觉上 比较接近能够去做到 肺结核的大规模篩检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台湾这边出发 透过台湾这边的技术 在最后受益的 真正受益的很可能是被结核的 生存率更高的一些地方 那像这样子的形状也是有的 好 那还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以线上游戏为媒介 来鼓励熟灵 也就是50岁以上的朋友持续脑力激荡 是不是可以达到活化脑力 轻盈共融的目标 他当然可以活化脑力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至于能不能轻盈共融 就是要靠下面是不是有 青年朋友一起玩 如果上面没有青年朋友一起玩 都是50几岁的朋友在玩的话 那就没有青年共融 那就是盈盈共融 只要也有青年朋友 愿意来一起玩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达到 青年共融的这个目标 有没有预计几岁退休 我为什么可以花那么多时间 在318的那个占领 就是因为我就是那一年退休 2014年公司卖掉了 我就退休了 我还是留几个顾问的这个职闲 但是基本上不顾问 就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没事做 所以才可以有那么多的时间 来投入公民科技 以及社会创新的活动 那所以我是33岁退休的 那这个听起来很早 那但是你要考虑到我14岁就中错 15岁就创业了 所以我也是工作接近20年才退休的 或者是比别人早一点点 开始出社会而已 并不是说真的工作时间比较短 那但是就是我退休之后 当然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公民的活动上面 那少部分的时间 当然我有自己的研究工作 那今天像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这样的互动 其实也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因为我的研究的主题就是 彼此之间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朋友 怎么样因为一个共同的价值 愿意去把彼此之间 就是生活经验不同的地方 分享给彼此知道 然后呢让彼此的立场 可以透过这个共同的价值 达到共荣 那这个就是我14岁开始 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题目 叫做SWIFT TRUST 就是线上的这些数位科技 怎么样子让我们平常 比较慢熟的一些朋友 能够更快的彼此信任 这个是我的研究题目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的研究的这个 提供啊我的研究的经费啊 就是各位的纳税潜在出啦 所以很感谢各位研究的sponsor 那但是呢就是不管是我 现在在数位政委这个活动 或者是我未来就是 即使不在政府里面服务 我还是会继续去做这种 跨界的串人啊 以及永续发展这个工作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这也已经是志工工作 只是没有拿这个正数而已 但是我是就是为了 这件事情值得做 所以做并不是因为说 这件事情他可以立即有什么回报 还可以做 那我全职来做这个政务委员 大家可能也只有听说过嘛 我薪水是我以前的 不顾不问的时候 顾问工作的三成啊 还不到 事实上是可能两成多人一个薪水啊 那但是基本上就是 够我自己用就好啦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大部分人是 跟我类似的一个心情啊 就是投入志工工作的时候 主要还是希望说 下一代的社会 我们登出的时候的社会 能够比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好 而不是因为说这个志工本身 它立刻可以有什么 物质上面一些报仇或酬劳 当然精神上面的就是 人对人之间的沟通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不是杂工啊 不是打杂了 有三个朋友们想要问说 这个可不可以请我说 志工伙伴们 国际志工节快乐 当然可以啊 志工伙伴们 国际志工节快乐 好 那其他的大概都是只有零票或一票的 我就比较快速的回答了 有个朋友问说 对资料库借接的一个看法 那这个要分成是哪一种资料 如果他是不怕人知道 其怕人不知道的那种资料 叫做开放资料 好比像说PM2.5啊 或者是说这个口罩到底还剩多少存量啊 这些都跟个资跟隐私 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口罩也不会主张说 你来数我有几片是侵犯我的隐私 不可能的事情 那像这些事情 那当然就尽可能应该要用我们叫做OpenAPI 开放式的这个资料啊 开放的借鉴 而且呢 它最好越及时越好 因为如果你是每天更新一次的话 我们可以想一想口罩地图 如果每天更新一次 那这样子在排队的人 没有办法参与集合 你就只能说那健保水说了算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每30秒更新一次 所以排队的人才能够来一起参与集合 所以即时性啊 是开放资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是个资值跟隐私相关的资料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资料库尽可能的不要集中 最好它就是在它需要用的那个地方 搜集处理利用 然后就放进碎纸机 就不要再传到一个中央嘛 不要再传到云端啊 我们在台湾所谓的实联制 就是这样子一个基础 我们参加一个活动 有时候会要留一个联络到你们的电话 那你如果不想要留真名 你可以留一个笔名嘛 你留个笔名 那再留一个预付卡的电话号码 那这样子的话 没有人能够还原你的身份 那这个如果当地没有发生感染的东西 另外多天没有了 的话那这样子的话 经过四个礼拜 那这个就送到碎纸机碎掉了 或者如果它是放在一个试算表的话 那这个档案就删掉了 它是不需要传到中央的 那就是因为我们在透过分散式的方法 来进行这样子实联制的管理 所以你就比较不会 就觉得说好像都是要传到单一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如果传到那个单一的地方 传送的过程之中 没有守好这个资案的话 那对害客来讲 对这些黑帽害客来讲 这个其中的地方 它只要攻破啊 立刻就可以取得大家的个资 但是我们如果是分散式的 每一个活动的主办人自己管理 管理完之后 四个星期就把它删掉 那就算它攻破这个地方 那你只不过是一场活动的相关的资料 何况呢还可以留笔名 还可以留一次性的SIM卡的 的预付卡的号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各自相关的我会建议 越分散越好 越不要集中越好 那分散的方式 要怎么样借解 还可以做一些研究等等 因为今天不是资讯特学的seminar 所以我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总之就是有 能够保障你私的一些 技术一些计算方式 那其他都是往台北的一些问题 就是台北市能不能够有 资工的存款部 基隆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也加入这个 资工存款部 等等 那这个部分我想 留给主办单位来回答 那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从事社会创新 这个工作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政府 可以协助的地方 有的你就到我们的社会创新平台 SI.台湾 然后按判消息 然后包含政府资源跟最新消息 跟活动判版 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到政府能够提供的 包含我们的服务项目是 咨询辅导 课程培训 活动举办 融资在环境 谢谢大家的问题 我们就准时结束 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唐凤正伟 为我们再来 更精彩的分享 相信呢 他有提问的 都有被回答到 被照顾到 那如果有 刚有人在问说 如果我想重庭 或前面我loss掉了 欢迎大家 到我们的YouTube上面去看 在今天演讲结束之后 应该在稍晚 或者是明天 您就可以在YouTube上面 看到我们今天 整场演讲的 这个完整的录影 那我们再一次想 先谢谢唐凤正伟 那正伟也帮我们做了 一个非常棒的示范 所有的志工 记得哦 今天在现场还是要戴口罩哦 好不好 除非你能保持社交距离 谢谢